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受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这一集 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 红海危机 去年11月 一艘叫做银河领袖号的货轮 在经过红海时 发生了一件船员们可能从没想过的状况 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 粗暴地降落在货轮的甲板上 接着好几位全副武装的 蒙面歹徒冲出了直升机 迅速地朝驾驶舱进攻 毫无防备的船员们只能够投降 让歹徒挟持了这艘货轮 而且这起案件并不是个案 最近几个月 很多行经红海的船只都遭到了挟持跟攻击 让全球的物流供应链大受影响 不少专家也担心 这不单单只是物流中断的问题而已 而是一场全球大通膨即将来临 为了早日恢复红海地区的稳定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 选择用军事的手段强行介入 但是到了目前为止 红海的冲突却越演越烈 原本只是航运受到影响 这阵子却发生了货轮遭到集成 船员伤亡的事件 宛如电影般的剧情 在红海地区不断上演 红海危机到底怎么发生的 究竟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红海危机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喜欢煮饭的你在废料分装的时候 也常常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保鲜盒 而感到困扰吗? 今天要介绍的一款全透明万用保鲜盒 Munichi先锋波波盒 解决你玻璃太重 一般塑胶又容易卡味道的烦恼 Munichi先锋波波盒 从选择原料到最后生产 坚持日本制造 采用日本TPX特殊素质材质 无毒、耐热、耐酸碱、耐壮疾 并且通过台湾SGS多项安全认证 不到200克的重量 却拥有玻璃般的透明度 让你的食材一目了然 一体无缝设计清洗方便 不容易藏物纳购 也不太会残留异味 同时盖子身上的透气孔 关上可以气密保鲜 确保冰箱不混味 打开气孔还能够直接进微波炉 让你一盒抵多盒 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人连结 到嘖嘖平台享受最低三九折的超早纽价格 购买指定组合还加码送保鲜盒哦! 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题吧! 大家以前应该都有在地理课本上面看过红海 或是听过摩西分红海的传说 但为了让等等的讨论更清楚 我们还是快速的介绍一下红海的基本知识 红海的位置位于非洲东北部 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中间 周边的邻近国家有非洲的埃及 苏丹以及亚洲的沙烏地阿拉伯 叶门、以色列、约旦 而这条狭长的海域 可以说是全球贸易最重要的关口之一 在红海的北边 有著名的苏伊士运河 是欧洲商船通往亚洲的主要捷径 以荷兰到台湾来举例好了 如果要绕行这个非洲好望角的航线 大概要花34天 但如果直接穿越地中海 走苏伊士运河到红海这条航线 只要25天就到了 一口气省下了将近10天的航期 也省下了大量的运输成本 所以像是西亚的石油 欧洲的古物 或是亚洲的货物要运往欧美 都非常仰赖这条航道 2023年 红海就包办了全球将近15%的贸易量 但是在去年底 随着红海危机的爆发 这条路线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全球的贸易发生大乱 那在讨论红海发生什么危机之前呢 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 引发这次危机的青年运动 这个武装组织 青年运动的主要根据地 在红海东岸的国家叶门 它的创立者叫做胡锡 所以有些人也会叫他们胡锡运动 或是胡锡组织 他们自称是真主前程者 所使用的其实上面 也直接写着真主志大 美国去死 以色列去死 诅咒犹太人 伊斯兰必胜的标语 立场非常鲜明 在以哈战争爆发之后 青年运动立刻就表态 他们支持哈马斯 支持巴勒斯坦 而且他们不只是口头说说 在战争期间 他们也不断地对以色列 发动无人机攻击 而在去年的11月 他们把目标转向了红海 挟持了一艘叫做 银河领袖号的货轮 还公开了挟持过程的影片 虽然事后证实 这艘船是英国企业持有 日本公司营运 船上没有以色列人 但青年运动人认为 这艘船背后的重要投资人 是以色列的富豪 他们宣称任何属于以色列 或是跟以色列往来的船只 都会变成我们的攻击目标 也对外强调 除非以色列主动停火 不然他们就会持续地攻击 经过红海的船只 在那之后 青年运动又挟持 攻击了至少5艘以上船只 让各大航运公司忍心惶惶 越来越多的公司 决定停止这条危险的航道 也让红海危机正式地爆发 从去年的12月开始 包含了瑞士、法国、德国 丹麦在内的航运公司陆续宣布 为了要确保船队的安全 他们会停止红海航线 台湾货柜三雄之中的 阳明海运 还有旺海航运 也在12月中宣布 不再航行红海航线 直接就地等候 或是绕行好望角 而长荣海运 更是直接暂停 以色列航线的 所有进出口服务 跟危机爆发前相比 航行经过此地的船只数量 雪崩式下滑 已经减少了将近40%左右 而当越来越多船只停驶 或是选择绕道 就代表着海运的运输成本 会大幅提高 像是从上海运输到 欧洲的海运费 在短短的三个月内 直接翻涨了三倍 而在海运变贵之后 不少贸易商 改用飞机、火车载货 但是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 连带导致了空运 陆运的运费抬升 间接抬升物价 另外前面也有提到 这条航线是全球重要的 石油运输航线 因此在红海危机爆发之后 全球的油价也硬生上涨 那以台湾的状况来说 虽然中油目前宣布 台湾的油价短期内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这也只是短期内而已 一旦时间拉长 势必还是会迎来一波涨价 总而言之 很多的专家都担心 红海危机再不解决 会严重地伤害 全世界的经济发展 那为了解决红海航线的问题 让红海恢复宁静 以美国为主的阵营 决定出手了 美国在去年12月18日 启动了繁荣卫士行动 美军联合了英国 加拿大 法国 荷兰等多个国家 共同组建了一支 海上保卫部队 在红海一带巡逻 协助保护经过的商船 拦截攻击船只的 飞弹或火箭 不过 青年运动没有就此停手 反而跟美国嗆下说 我们有能力 集成你们的舰队 你们的潜艇 你们的军舰 不久之后 他们也真的攻击了 美国的军舰 青年运动大胆举动 让美国在1月时 正式宣布 重新将青年运动 列为恐怖组织 并主动攻击青年运动 在夜门的军事据点 而且这次的攻击 不只是美国 英国也有加入 另外他们也宣称 这次的攻击 有得到荷兰 澳洲 加拿大 还有巴林等国家的支持 并不是英美两国 擅自决定的事情 但是有点尴尬的是 眼看着冲突越野越烈 有些国家态度 却开始出现转变 让各国的立场 变得非常分歧 比如说 原本也有参与 繁荣卫士行动的法国 很快就表态 这次的行动 我不跟 法国总统马克宏 就表示 红海唯一的重点 不在军事 而在于外交 为了避免事态升级 法国不会参加 美国领导的军事打击 另外 中国跟俄国则表示 这些军事行动 都没有受到 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 跟授权 谴责美国与英国 是在加剧 红海地区的冲突 至于红海周边的 阿拉伯国家 对于青年运动的态度 则有点模糊 没有明确的表态 专家推测 因为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 在以哈战争当中 都跟青年运动一样 站在支持巴勒斯坦阵营 所以当青年运动 在红海制造纷乱的时候 他们也不好直接谴责 顶多只能透过外交施压 而在西亚地区 伊朗则是少数 有明确表态的国家 不过伊朗被认为 是青年运动的幕后支持者 而他们的立场 也与青年运动一致 要求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停火 才会出手调停红海危机 随着各方的势力名争暗斗 红海危机陷入了僵局 这阵子 青年运动持续攻击商船 不只有货轮被集成 还有出现船员伤亡的事件 让很多人质疑 英美联军的军事行动 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很多人担心 要是双方不断地 加强攻击的火力 战火会扩散到整个西亚地区 如此一来 不只会对于全球经济造成更重的冲击 也会出现大量的战争难民 产生更多难解的人道问题 那如果大家不想走到这一步 可能就需要其他势力居中协调 像是联合国 或是其他第三方国家担任中间人 透过协商 舒缓目前的紧张局势 不过就现在的发展来看 很多国家并不愿意 积极地介入这个区域冲突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美国官员有请求中国 向伊朗施加影响力 希望透过间接的施压 制止青年运动继续攻击上船 但就目前为止 中国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行动 有专家认为 中共可能觉得 这件事情对美方的影响比较大 再加上中国在以哈战争当中 相对的支持巴勒斯坦 所以迟迟没有出手干涉红海危机 有些专家就推测 如果红海地区无法恢复安宁 一定会有更多的航运公司 改走替代路线 而这种舍尽求远的做法 最终都会导致运输的成本向上飙升 一场全球性的剧烈通膨 大概是躲不掉了 节目的最后 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自己的想法 我们发现红海危机到目前为止 除了有在关注航运股的人之外 大部分的台湾人 好像都没有太多的感觉 但是在研究过后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 蛮值得大家关注的 很多专家预测 这场危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物价、油价都可能全面上涨 等到大家真的有感的时候 红海地区的情况 可能已经很严重了 好的 那回到事件本身 老实说现在真的是陷入了一个难解的僵局 很多国家都受不了了 希望危机赶快落幕 但到底该怎么样处理 才是最头痛的 如果说走外交谈判的路线 有可能需要跟青年运动妥协 答应他们的诉求 那么假设 各国反过来要求以色列停火 或许可以短暂解决这次的危机 不过这样的做法 也同时是在告诉青年运动 拿红海来威胁全球是有用的 对于长远的未来来说 可能会买下一颗更大的卫豹弹 但如果说走军事镇压路线 以消灭青年运动为目标 可能也没有比较好 依照历史经验 这样的武装组织 很难被真正的根除 战线可能会拉到一两年以上 甚至如果有其他的反美势力加入 可能会提供青年运动更多的军火 让红海危机变成代理人战争 那么觉得 在这样进退两难的情况之下 除非以色列主动停火 或是有第三方势力 跳出来协调 否则短期内 这场危机看起来似乎并没有结束的迹象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关于红海危机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下最终的订阅 如果是对这集红海危机的内容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有新留言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 在这边